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每天都在见证历史 今天呢,我们就又一起见证了历史 从1952年登基,成为英国女王 到2022年,今天是9月8日 英国女王呢,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是呢,这个在位呢,最长的一个女王 或者说在位最长的一个君主 70年,人生96岁 也是这个,冒蝶之年了 但是我真的挺感慨的 我跟那个斯蒂文说 我说有那么多人都活得超过100岁 为什么女王不能超过100岁呢 真的是挺难过的 因为其实我想大家应该和我一样 就是我们对女王应该没有什么恶感 对吧,甚至有很多很多的好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英剧《王冠》 如果您要是没看过 您现在可以把这个剧追以追了 或者说如果您好久之前看过的 现在可以重新再重温一遍了 哎,我是在昨天吧 对,还是前,应该是昨天 然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 就是觉得,哎呀,会不会女王会这个辞世啊 是真的 因为呢,就是在星期二嘛 是吧,在星期二这个女王呢 这个女王呢就是在 她在这个巴尔莫勒宫嘛 不是就是给这个新首相 英国的新首相特拉斯 就是做了一次会见 其实也就是任命了这个英国的新首相 当时就说,说这是女王第一次啊 就是在白晶汉宫以外的地方 任命这个新首相 那么当时我心里就想 哎呀,这个女王的身体应该是不太好 因为这种老派的啊 这种这个皇室嘛 他们亲意是不会改变规矩的 那么改变规矩的话 肯定是呢 就是自己的身体真的是不能支撑了 结果呢 星期二 真的呀,星期二呢 就是任命的这个新的女首相 也是被备受瞩目的 被大家视为呢 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 这个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然后呢 到星期三 好像星期三女王还忙了 还挺忙的 然后但是就是取消 后来取消了一个会议啊 然后呢 就说身体不好啊 然后呢 就开始出现出现各种这个传闻啊 就说这个王室啊 这个查尔斯王子他们啊 这个威廉王子啊 凯特王妃啊 是吧 等等啊 就是纷纷都赶往 赶往这个苏格兰 这个女王的这个巴尔莫 巴尔莫勒 巴尔莫勒 那么 到今天下午啊 就是女王在巴尔莫勒 安详的去世了 应该没有太大的痛苦吧 我看的好像是昨天还有她的一张那个照片 新照啊 就是说女王的这个笑盈盈的 但是 能想看出来身体很虚弱啊 可以说 这是一种比较 比较 比较好的一种死法吧 就是没有承受太多的痛苦啊 但是对于 广大的这个世界人民来说啊 仍然还是感到非常的悲痛啊 虽然女王的这个葬礼已经呢 就是排演过啊 这个几十年了啊 虽然这个查尔斯呢 这个王子啊 也是这个啊 这个超长待机是吧 他是随这个女王的去世之后 就自动呢 就是继承成为呢 好像是现在是叫查理三世国王啊 但是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但是我看那维基百克好像是已经给他改成 查理三世国王了啊 哎 然后卡米拉就成了王后啊 那么说到这个女王的这个去世呢 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也有看到这个消息啊 就是我那个这个节目啊 这个标题 也就是我这节目的照片 就是呢 在女王去世后 然后呢 这个英国呢 那个白金汉宫啊 就是雨后的白金汉宫就出现了 特别特别显著的双彩虹啊 我的节目 我的这个节目的照片就是呢 呃 这个呃 现场的记者拍下来的 我也有看到那个现场人们录的视频 呃 然后我也有看到呢 这个我在美国嘛 看到新闻上呢 也有提到啊 这个白金汉宫上空的这个双彩虹 啊 那有很多人呢 就是说啊 就是说 哎呀 这个呃 这个彩虹象征着什么呀 意味着什么呀 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哎呀 然后 作为我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看到这个彩虹之后 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呃 这个欣慰呢 怎么说呢 不是说 为女王一家而欣慰 哈哈 就是这个彩虹呢 它是 呃 就是整个笼罩在这个白金汉宫上啊 我我曾经呢 就是去过英国 伦敦也到白金汉宫呢 外面啊 这个 看过 而且当时 我记得当时 我们到那儿还正好是 呃 这个 呃 女王出行 但是没有看到女王 就看到了那个 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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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队啊 呃 哎 这双彩虹呢 笼罩在这个白金汉宫上 其实呢 是展示给世人看的 这个彩虹啊 对我们啊 这个有信仰的人来说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啊 对于这个全世界的基督徒来说 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令我们感到喜悦的这样一个信一个象征啊 那我们知道呢 女王啊 伊丽莎白啊 那么她的这个一生啊 她的她的这个啊 这个死亡 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叫做一个时代结束了 啊 对我们之前中国人特别喜欢说啊 死一个人就会说什么一个时代结束了 是吧 但是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那么很多人呢 就是在很多年前啊 就就很多人就谈谈过说女王去世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动荡 是吧 会影响到世界的就是这个24亿人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 那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女王的去世真的是一个令举世啊 陷入到悲痛 然后陷入到一种 陷入到一种不安之中啊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女王就好像是这个英国女王 她真的就像是一个世界女王 她真的就是一个世界女王啊 她的这个生死啊 那么她的这个一切是举足轻重的 事关重大的 但是当她死后啊 上帝却把这个彩虹安置在了这个白宫汉宫的啊 白金汉宫的啊 这个之上 然后让啊 前往白金汉宫去去哀悼的那个这个英国的民众 哎 到现在啊 现在这个时间英国已经是晚上了啊 那么这个仍是有络绎不绝的这个人呢 到白金汉宫那边呢 去悼念女王啊 因为女王呢 她的这个灵鹫呢 也过几天也会呢 就是到白金汉宫啊 然后 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啊 就是伦敦桥 伦敦桥 伦敦桥是吧 这个行动 那么然后与伦敦桥行动啊 这个同时进行的就是一个潮汐行动 是吧 伦敦桥行动就是说 女王去世 叫伦敦桥行动 是吧 潮汐行动呢 就是查尔斯王子啊 继位成为国王啊 这是一个潮汐行动 呃 那么这些事情呢 当然就是英国方 英方啊 那么他们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啊 那么现在呢 打开电视要看美国的电视 有时候基本上不谈别的 都是在谈这个女王的世事啊 然后整个英国的情况 世界各国啊 各国的首脑啊 怎样这个像英国啊 皇室啊 像英国呢 这个这个这个国家这个这个政权 是吧 英国人民啊 表达这个哀悼 这真的是一件啊 世界级的大事情啊 当然呢 中国人民呢 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 该走的不走 不该走的走了 怎么不是你 怎么不是他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嗯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啊 这个彩虹事件 为什么会让我们啊 这个作为基督徒 我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 就是您不是基督徒 您也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 对不对 那么 当挪亚和他的这个家人 和方舟里边的那些生物们 全部都出来之后 挪亚为耶和华住了坛 然后呢 这个耶和华呢 就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 咒诅地 虽然人从小时就心里怀着恶念 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 灭各种的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 架色寒暑 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这是上帝他心里想了 然后呢 上帝呢 他还把这个告诉了挪亚 我给大家来读这个圣经的经文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了地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比惊恐 惧怕你们 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 如同菜书一样 唯独肉带着血 那就是他的生命 你们不可吃 留你们血 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寿是人 我必讨他的罪 就是像个人的弟兄 也是如此 凡留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留 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 在地上昌盛繁茂 所以挪亚方舟之后 我们作为挪亚的后裔 我们是得了神深深的赐福的 神小玉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就神讲了这个话之后 神是信实的神 神就和挪亚和挪亚的儿子们 以及他们的后裔立了一个永约 是个什么约呢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 就是飞鸟牲畜走兽 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 立约 不仅给人 而且给一切的地上的生物 都立了这个约 是什么约呢 我与你们立约 凡有血肉的 不再被洪水灭绝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神说 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 是有记号的 这是一个永约啊 永远啊 永远的这个不废的约啊 是信实的约 有记号 它的记号是什么呢 我把红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 必有红 陷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 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 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红必出现在云彩中 我看见 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所以大家你现在知道彩虹意味着什么了吧 你现在知道这个彩虹对我们人类来说 其实不仅仅是对我们基督徒啊 我说的是基督徒一看到这个彩虹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但是这个彩虹 这个永约是不仅仅对基督徒的 是对所有的人类 是对地上所有的活物的一个记号 那个永约的记号 就是神给我们赐福 神再也不会发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 这是一个永约的记号 而这个记号是提醒给谁看的 不是提醒给人看的 不是提醒给人看的 是给谁看的 是神看的 神看到这个记号 神就会纪念他和人所立的 他和这个世上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那么不管这个世上在发生什么样的堕落啊 丑陋啊 这个悖逆啊 是吧 当神看到这个红 看到这个记号之后 神的怒气 就会消下去 神的怜悯慈爱 就会浮上来 神就会纪念和我们 这地上一切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所以呢 真的是神迹啊 就是女王啊 女王呢 她能够成为这个世上啊 就是在位最长的君主 这个世上在位最长的君主 世界的女王 她的权柄从何而来 啊 你如果看过啊 这个英国的历史的话 你就知道她的权柄从何 她在加冕的时候 是以上帝的名义啊 是是君权神兽的啊 所以她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 啊 那么 就像那马太福音里边啊 马太福音里边 在这个25章21节 有这样的句子吗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世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啊 所以呢 你要相信啊 这个世上的一切的君主 一切的掌权者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 他们都不可能掌权的 包括那些暴君 专政独裁的也是一样 像女王这样的呢 更是她 是神 因为她的良善和忠心 所以把这世上不多的事 交给她保管 为什么说是不多的 虽然她是世界的女王 但是相比这个世界的浩瀚和广大 相比神的家的浩瀚和广大 仍然还是不多的事 是吧 那么现在呢 女王呢 她已经完成了神交给她的这个使命 真的是女王 女王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席 还在为这个英大英帝国 是吧 还在为这个世界 还这个任命了最后一任的首相 是不是 所以她一直工作 工作到了最后 那么现在呢 神说 是吧 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了 女王呢 就回到这个神那里去了 是吧 然后呢 神呢 就把这个记号又陷在了白金汉宫上提醒 提醒谁呢 不是提醒我们这些云云众生啊 神是提醒神自己要记得和这个地上的人们所立的永约 虽然女王的这个时代结束了 这一个时代结束了 新来的这个时代 大家已经亲眼看到 感受到这个时代有多么的败坏了 想想哈 加拿大的情况 是吧 英国的情况 美国的情况 LGBTQ加 加拿大的小土豆 是吧 欧洲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 真的是败坏堕落到何种程度 而且还是会愈演愈烈 但是 神看到了彩虹 神纪念了踊跃 所以呢 我们在世的人 我们尤其是我们在世的基督徒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可不能视宠而骄啊 我们可不能说 哇彩虹出来了 没事了 放心吧 只怕我们大胆继续的循环作乐吧 继续吃吃喝喝吧 继续LGBTQ加吧 是吧 继续做那些为神所憎恶的事情 然后却为自己所享受的事情吧 不 不要这样 我真的有情提醒大家啊 彩虹之约呢 神说了 不会再用大洪水灭尸 神可没有说 没有火焰 没有天崩地裂呀 没有电闪雷鸣啊 雷也能把人劈死 对不对 火也能把人烧死 地震也能吞灭人 火山喷发也能 是吧 还有各种疾病战争 所以不能硬着心肠去作恶 不能呢 至神的恩慈 怜悯 不能呢 是神的管教 于不顾 而一味的作恶 只要作恶 肯定是会有代价的 这是祝福 不是咒诅啊 因为我没有咒诅 我没有咒诅的能力啊 我没有咒诅的权柄 我只能祝福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呢 永远记着神的话语 真的我们要永远永远 永永远远的记着神的话语 我们要 在神的诫命中啊 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行走在这个神的诫命中 我们要按照神的这个神的这个这个诫命去生活 我们要活在这个要活在这个神的要活在神的真正的这种这种应许里面 那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啊 我们才能够呢 因为这有着对神的敬畏 我们才能够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才能够用我们彼此切实相爱遮掩 我们那许多的罪 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欢喜 神怎样爱我们 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